好,今次我的新歌叫King Kong 今次製作班底,監製是Edward Chan 填詞就是Oscar 今次作曲找了不同地方的作曲引記 包括有Willie Weeks,Ninohana和Jonah Hall 今次其中一位就是Ninohana 他獲得過格林美的音樂獎項 今次這個班底跟以往有點不同 跟Mr. Stranger and Omegahead有些不同 今次在音樂風格上也採取了一些不同的元素 因為今次不只是有一個黑暗的感覺 今次我特意跟Edward說 我很想加入多一些電子元素 所以今次大家可能會聽到一些電子結他的音樂 或者多一些Band Sound感覺的音樂 其實每一次跳唱歌我都有收到 每一次都會收到留言 就是為何Anson Lo跳唱歌的字那麼密 有沒有辦法可以沒有那麼密 但其實暫時不會有辦法 因為譬如收到Demo回來它是英文 譬如英文是I just wanna know 你會覺得不密 因為Wanna已經是一句字 但如果我們要配回廣東話 就不能把我字拆開四個字去計 所以感覺上就會很密密麻麻 但這個情況是因為語言的分別不同 即使我用自己作曲 可能如果我自己作曲的話 廣東話本身都一定是密密麻麻 所以將它的speed up 變成了一首快的跳唱快歌 就一定會密密麻麻 我一定會繼續唱好一點 就是將幾密密麻麻的字 我都要唱得清晰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由一所原名這首歌到現在King Kong 我都很想做到的事情 今次錄音的時候 其實比起以往有不同 就是Edward沒有特地要求我聲音很清澈 又或者很圓滑地去唱 因為今次想營造一個落幕 一個荒島的一個氛圍 因為King Kong聽到就好像去了一個很宏偉 很壯大的一個廢墟 或者荒廢了一個城市 所以都想搭配 都用一些比較沙啞 不用太完美舞下的一個聲線處理 或者一個目標去唱 想搭配這首歌的感覺 今次King Kong這支舞 沒有特別有一個重點的手勢去教大家 但今次King Kong這支舞 比起以往的舞步的難度 是沒有那麼複雜的 因為今次我和排舞師Rock Sir 他開會的時候 大家都說 覺得這首歌一聽起來 是像是一些大手大腳 很清楚很清晰的舞步 所以今次難度就沒有特地加強 但反而就是做多一些和手有關的事情 因為今次這首歌是King Kong 我們都想究竟King Kong的形象是甚麼 通常都是手 有這些動作 有這些動作 又或者可能不停 有些打自己的胸口的動作 將這些元素擺到歌裡面 所以大家如果再看幾次 就會發覺到 可能有很多動作都是和手有關 我們用手部動作來主導 用自己的前臂 是這樣的 MV裡面其實我有一件衣服 是有銀色扣 有披著的 那件衣服就是 Stylerless的團隊 他們逐個逐個 一些拉鏈扣 一些這麼大的拉鏈 你當像平時 Metri Guard Backpack 那些拉鏈 就逐個逐個釘上 釘上釘上釘上 才形成了一個披 所以其實是很重的 那個感覺就好像我平時 在舉健身的重度 因為很多個不同金屬的扣 拼在一起的重量就很大 所以比起排舞室 只穿著T-shirt跳 是難很多 尤其是因為那些扣 扣與扣之間 可能中間有一些 小的扣去拼死它 但是在拍MV的時候 很多時候那些小的扣會鬆開了 又或者它突然間叉開了 那些扣的那些閉口 閉口的位置 就會挎著我的肌肉 但是因為我不想再花時間 去再fix太多次 所以很多時候 在最後尾就 算了 挎著也只要跳了 所以這次也有試過 學會了忍痛去完成這個舞蹈 第二天拍MV的時候 其實那個又不算是受傷的 因為純粹也是刮傷的 因為譬如一開始大家看到 有一個升降機升上來 我們做了一個龍 是唯一一個升降機的升上來 因為上面是太多生鏽的物料 以及它本身的龍 都是一個生鏽的鐵龍 所以我在上面做一些 可能對嘴 又或者一些mood shot的時候 我又不可以遷就 因為遷就不夠有型 所以我就要一下子 撞下去 扇著 擦 即是手會摸到它 那些時候就 搞到手是 爆血 因為在街上 感覺就好像被一百刀戒掉 但都是皮肉之傷 所以家裡不是很深 在那一陣子拍完MV之後 有很多神徒都留意到我 可能有時候 我鋪了一個很日常的東西 但他們看到有一點點 黑花 即是花了 突然間有一下 有很少的巴痕 因為拍King Kong的MV 這段又會傷少少 那裡又傷少少 即是一些刮傷少少 但不嚴重的 就沒有特別 每一次究竟要試些什麼 因為 譬如今年我自己 由年頭 出《Mr. Stranger》之前 我已經想好今年 出歌的方向是怎樣 每一首我想做到一個 什麼效果 出什麼風格 所以 每一首我都會很想是 不同的感覺 這次King Kong 自己達成了自己一個 一個小小的心軟 就是做了一首 有氣勢 但有神秘感 很壯觀的一個 picture的一首歌 所以這個是自己的 一個plan裡面的其中一個計劃 希望大家都會 喜歡這次King Kong 因為這次King Kong 其實連畫面一起看 是一件我自己覺得是一件很團結的事